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拒绝这个黑箱的程序 拒绝黑箱程序 拒绝黑箱程序 召开实质听证 我们不进入这个黑箱作业的这个会议 我们今天不进入这个会场 我们要求的是程序正义 然后公开透明实质的听证会 我们要求政府跟能源局出面 为这件事情负责 今天能源局想要召开一个封地机设置 距离规划跨机构障碍小组的这个资讯会议 来进行杯葛的一个行动 得伤英华威公司非常的可恶 今天早上凌晨两点 今天早上凌晨两点 英华威公司就开始在东地现场 就是强硬的施工 他的怪手就开始挖起防汛道路的土地 开始要进行管线工程 当天因为晚上凌晨两点实在非常的暗 完全没有警察在现场 就是处理这个现况 根本就是保全直接用暴力对待我们抗议的乡亲 甚至有保全拿起在海蹄上面的石头 直接朝着我们的乡亲的脸上往上欧 我手上还有许多的验伤单 有的人的手指受伤了 有的人的腰就是脊椎受伤了 有的人的脸被英华威的私人保全 就是强打欧打 就是倒地在地上 可是警察却完全没有进来处理这件事情 人们与英华威是不是沟通好了 不然怎么那么巧 今天我们要北上做这个记者会 要开记者会 一整天就来给我们时间 从8月20号 经济部男权局 因应就是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 然后去办理一个实验性的听证会 针对风机安全距离设置的问题 办了一个实验性的听证会 当天许多团体 还有远离返风车自救会 针对这个实验性的听证会 它的法律效力 还有它的位阶 跟它相关会议的这个程序 有许多的问题 然后这个程序 有很多的瑕疵跟问题进行杯葛 那当天能源局这个会议的主持人 也就是能源局的副局长 他出面来说 8月20这个实验性的听证力 他承诺这个实验性听证会 完全没有法律效力 而且只是咨询性的性质 可是没想到在10月15号 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的这个会议上 这个经济部的官员代表 竟然把8月20号这个会议 说成是听证会 而且广纳就是公民 广纳民众的意见 然后去办理这个听证会 一切都是满天过海的谎言 我们将针对这个会议的程序的不公议 不公正 然后没有公开透明的这个状况 我们要进行杯葛 那底下的邀请的女团的贵宾 聊聊不到10位 那这些相亲 或者是他邀请这些团体 其实非常的少 那记得当初在实验性听证会的时候 这个会场里面 基本上应该有100多个人 有非常多的团体 但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样子的会议 邀请却是只有聊聊 几个团体还有几位人 几个人 而且还没有我们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 基本上呢 我在这个实验性听证会的会议 上面至少发言6次以上 并且有逼发言单 但是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竟然没有邀请我们参加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也跟当初这个主席 所承诺的 事后的 召开这个 具法效力的行政程序法上的听证会 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并不符合 这也不算是预备听证的一个形式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议程 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它的法效力是如何 有没有跟我们的乡亲做交代 并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乡亲花了时间 来到这边开了这样一个会议 那么他们所发言的任何的会议 的记录的发言的内容 我们的能源局会做什么样的处置 基本上我们完全不知道 所以等于说我们政府单位是非常的傲慢 让我们的这个愿意的乡亲 疲于奔命 一直来到各个地方 来去发言 来做抗议 消耗他们的能量 这就是我们政府 他是认为我们这是一个不合法的黑箱听证会 这是他们的 我会说他们对这个会议期待很高 但是我是说 我们这个不是听证会 那既然有这个误会 等一下如果有可能 或者是稍后有可能 我们就会跟他沟通 说这个不是听证会 以后我们会讲清楚 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符 行政程序法的公听 那我们会跟他们说明 没有还没有公听开始 这也不是行政程序法里面的 你讲的准备程序都不是 而是呢 我们希望跟他们沟通 了解他们想怎么走 法律的本身没有太大语言 信任才是重点 如果这些团体都信任了政府 那需要用这样去做吗 不需要吗 所以我在这边要严重的呼吁 我们的能源局尽快 依照他们政府官员 在一个正式的会议上 所做的承诺 日后要在近期内 给我们召开听证会 那么你就要履行你自己的承诺 而不应该让你自己 一个政府机关的声誉 荡荡谷底 让人民完全没有办法 相信我们的政府机关 所做的一项承诺 我们现在在这边 努力的推广跟监督 这个政府可以好好 制定风车的安全距离 可是英华威公司 确实在搞乱绿能 那这一切都是能源局的 跟政府的错误 这个不管机关 完全就是忽视 就是默示 就是愿你相亲 现在正在面对 抗争跟压迫的状况 在8月20号 有一个实验性听证会 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因为以前我不知道 那说我们 我们称叫 称我们办公司叫专案小组 现在是那个实验性 最后就是用咨询 那刚刚有位记者 记者先生他在问说 我们是不是 那个预备听证会 所以他也帮我们 当然是行政程序法的 预备听证会 原来如此 因为我们用语要小心一点 我们现在其实有一点 非官方的先收集大家的意见 是 不管是哪一个方向 只是说 就算是支持或反对的 其实我跟范老师都会去见 我们都会把他请 对因为这个是在政府的专案计划下 被要求的额外的工作 实际上说起来 我们的这个风机的办公室 它是在协助政府在推动的那个 签架封闭机的设置的一个推动办公室 主要是做幕僚跟行政作业 我了解您的意思 就是说严格来讲的话 官员院接受政府的委托 那在执行他的行政事务 在那个范围内呢 在法律上还是有意义的 我想您的意思还在这里 但是呢就是说 今天这个会议啊 如果回到那个政府 行政程序法来讲的话 他本身没有任何行政法的意义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除非他是要举办 风机安全局 设置安全局相关的 他想要去制定这个法规 他想要去办一个停证会 开启那个程序的那个流程 我们就愿意参与 所以你们希望的会议是符合行政程序法 对 就是如果他要真的要讨论 那也是要进到这个程序里面做 对 譬如说要有预备停证 离清真理 不是说这种没有法律地位的 对 因为他没有法律地位 那我们就一直不断地为他背书 就是 所以你们就担心说 如果这次去参加会议 可能又像上次一样 然后好像我们答应了 会议 然后最初的行政会 对 然后他可能会想要偷渡 他自己认为的法规命令之类的 所以之后也会回家 如果就是不清楚 我们还是会被割到 所以我们也会用来的 我们应该来的 如果我们应该来的 好 我们应该来的 就像我一样 一样 说得